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结构成国字形 中间的祠堂作为宗族县 将围内建筑对称布局 围屋的四角是有炮炉 墙上布满炮孔和棉花墙叶 构成严密的防御系统 这里不仅有282间房屋 还包括古住宅 祠堂 堡垒 文书院 设计上充分考虑了同分 采光和派物 关西新闻被誉为 东方的古罗马城堡 是一座既能居住 又能防御的建筑器官 它是中国传统建筑代表之一 也是干南客家文化的瑰宝 无论你是建筑爱好者 还是历史爱好者 这里都值得一趟究竟 到了 净 未经许多年